要把中国空间站建设成国家级的太空实验室 所以我们空间站今后将是从事空间科学研究 和空间的新技术研究实验 我认为将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设施 近日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在原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 在接受中心设计者专访时做出上述表示 而在此前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消息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全面转入空间站载轨建造任务阶段 执行空间站建造阶段四次载人飞行的航天员乘组 已经选定 正在开展任务训练 空间站的这个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 我们将安排四艘载人飞船的飞行 每次飞行都有一个乘组 每个乘组是三位航天员 他们将担负就是说 执行我们这个阶段的空间站 这个技术验证 建造以及这个科学实验的任务 趁着的逐游时间 这个根据任务安排 这个长的将达到六个月 周建平介绍 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任务 将在第一批第二批中选拔出的航天员执行 根据任务安排 2022年前后完成空间站载轨建造 建成载轨稳定运行的国家太空实验室 而其中 航天员将在空间站科学实验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我们空间站今后持续的技术的升级 包括科学实验装置设备设施的升级 以及从事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的时候 我们不断地完善调整 改进我们的实验的方法 它都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据悉 今明两年中国将通过11次发射完成中国空间站建设 周建平表示 区别于国际空间站 中国空间站的研制工作 包括空间站上搭载的科学设施 都充分利用了当代的先进技术 本着这个建设国家及太空实验室的目标 所以我们在科学设施 通用的科学设施实验设施的这个选拔上 这个研制上面 我们也是用的现在先进的技术来适应当代前沿科技的研究需求 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给科学家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实验的条件 场景和能力 周建平说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秉持着为人类服务 为发展科学服务的宗旨 欢迎全球所有国别的科学家参与到中国空间站的科学实验项目中来 欢迎国外的科学家参与我们的空间科学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研究工作 我们也已经和这个联合国外公司推进了 落实了第一批这个实验项目 我们也和这个多个国家或者是地区的这个空间科学 或者航天科技方面的研究机构 有这方面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协议 目前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和承担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 B-2运载火箭已经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计划今年上半年发射